失業衝擊收入更影響到心理健康 中研院學者研究上班族非自願失業者 隔年平均的收入減少六成以上 而且影響的時間更長達十年甚至更久 失業之後心理健康惡化 求助心理健康門診的次數 也比沒有失業者平均增加15% 精神醫療相關花費更增加超過五成 失業難免讓人情緒低落 更何況是非自願性 中研院對此進行追蹤調查 發現突然被離職的上班族 造成的失業心理創傷 並想像中還要大 非資源的離職 心理還有薪資的一些影響 那我們發現這個影響至少十年了 後來就沒有再找到工作 心理的健康有負面的衝擊 緊張焦慮的部分的悶症次數有上升 中研院經濟所針對被大規模裁員 還有工廠突然關閉 而失業的民眾做調查 對比穩定就業的上班族發現 突然被資前的民眾隔年平均收入 瑞減約67% 十年內會難以回復失業前的薪資水準 失業後也嚴重影響到心理健康 會求助心理健康門診的次數 也比未失業者平均增加15% 精神相關醫療花費平均也會增加57-62% 這種對心理健康的衝擊在低收入者男性跟年長者身上更加明顯 會因為這樣子產生睡眠障礙 那有的人會有廣泛性焦慮症 有的人會產生不同程度的憂鬱症 接受治療 否則呢會變成一種惡性循環 讓人呢更失能 變成所謂例如像心靈的重感冒 醫師建議可以尋求諮詢管道 適時的釋放壓力 避免持續的惡性循環 讓自己在低氣壓中走不出來 接著 綜合報導